好,我这边好了,预备! 其实我感受到的是,它实际上是神远,你是抓不住东西的,是要把你的希望有你的一切都要忠实的。 他已经把灵魂卖给魔鬼了。 所以他在努力在救赎自己的灵魂,那么他在寻找他的爱的过程中,付出的代价也是产生。 他就在那儿,就埋手。 这时候,心里就不着。 拍摄的过程中,其实遇到了很多很多的困难。 这边为什么不下呢?这边拿眼,开玩笑吧。 再来,从头再来一条。 下! 好,来了! 预备! 开始! 将你一个月的困难,就在那儿客户完成。 你可不可以滚了! 你就是要追! 我去管你的心跳吧! 滚! 他印象深刻就是他跳楼的行。 看似简单的工程,需要反反复复复跟市政府商量。 你有什么想不开的,你会得跳楼吗? 那也是这些目的。 都不看! 有!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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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的看点就是,他一定不是一个简单的爱情故事。 强忍的,把这张爱给看。 不知道就做出了什么! 他这里头既充满了困话, 超! 认出来,又充满了悬疑。 但爱永远死! 他应该说跟电视剧是一个完全不同的理念。 我觉得每一个细节都可能表现他的声音。 什么跨? 眼泪就马上要下来。 另外在自觉上,应该说是更加的惊人。 。 我们把有可能在类型片和娱乐片里看到的元素, 在这个爱情片里都会有所包容和完成。 我现在去发生了, 发生了,完了? 对啊。 我也希望他们能去。 发生了! 发生了! 我原来的! 我们来